响应6月6号国际并媒防治日 罗东公正国小特别趁着创校70周年的机会 邀请了优秀校友 同时也是台湾奥肯总经理林大义回娘家 运用他专业的知识 为在校的学弟妹上一堂不一样的自然课 并也指导小朋友观察校园或是家中的昆虫 增进生物知识 也了解环境空间的有害生物 这一次我们邀请到奥肯尼总经理 就是我们的公正也是非常优秀的校友 我们回来全世界最大的防疫公司 包括Costco Google 还有全世界最大的各项的公司的防疫 最大指标的公司 来回来学校 来做些防媒的宣导 防疫的宣导 促进孩子的健康 为我们的孩子上课 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 学习到知识 学习到跟世界接轨的一个方向 这边也诚振的邀请跟欢迎 有更多公正的校友 记得10月18回娘家 今天要特别的感谢我们林总经理 特地回母校 除了渊政中的生物观察校之外 还带领了他在座的优秀团队 来自到我们学生生物知识教育 来对我们校友环境做了更进一步的见解 可以让我们的学校在病美方式工作中 进一步的推广推进 所以请代表家长会感谢林总经理 对母校的回馈 优秀校友林大义在毕业40年后 特别捐出200个生物观察厢给母校 还带领台湾奥肯团队 亲自指导学生使用方法 以及解说科学原理 透过观察记录 取得生物的习性 希望宣导不用化学药剂 而是改用正确的生物防治方法 来执行病美稳的防治工作 而传授的丰富知识 让学生获益良多 防疫做得好 健康没烦恼 他特地为了我们返回母校 返回母校帮我们学习 还花了那么多钱去买那种大量的设备 我希望他们的公司能够 以后生意兴隆发大财 因为我以前都没抓过昆虫 可是老师却让我有了机会 跟昆虫接触 我会把它放在我们学校的角落里面 然后让我做一些昆虫标本 就像校长所说的 学习并不只是在课本上面 我们要从各个领域 学习各式各样不同的事物 丰富我们的事业 然后我也认识了很多昆虫 然后学会了怎么样防治这些疾病 然后也认识了样虫病 蓝魔病 全制作了DIY 我觉得很有意义 对于防疫这个工作 现在大家都很重视 可是又有很多病美机会 产生很多疾病 那我想说 那我们就用公司办公益活动的方式 然后我们捐赠观察箱来教育我们的小朋友说 怎么去观察生物 而且呢 透过生物的知识跟分类呢 增加自己的健康 降低疾病的风险 比如说他今天如果抓到蟑螂的话 他可以知道说 觉得分辨 他是美洲蟑螂 还是德国蟑螂 还是澳洲蟑螂 那不同的蟑螂的话呢 他可以上网Google一下 告诉他说 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动作 以后蟑螂就不会再来了 或者说他抓到蚊子 一样他可以透过手机拍下来 那Google一下可以以图找图 就可以知道这是什么蚊子 是虐蚊 还是家蚊 那因为他传染的疾病是不同的 而且透过抓到资数 总能多寡 他也可以透过网路上找 如果不懂 可以跟我们公司联系 我们会告诉他 那可以怎么来做防治 由于今天的自然课相当成功 公正国小 期待有更多的校友 可以趁着学校70岁生日之际 把好的资源引进进来 让在校学生 可以获得更多课堂上 学不到的知识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 采访播导 提高文化 微信 旦 坚ulture